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 非常漂亮的键盘 我觉得他盒子很小啊做得非常棒 先开一下 希望不会拍到内裤 抽旧键盘改天再说改天再说我们先来看最新最漂亮的键盘 你看他做的很小啊 这盒子好小啊 很漂亮 这样才省了环保爱地球 最喜欢这样子的厂商了最棒的环保 哇塞 有一个部位 太神了 他里面还包他有送你那个键盘的袋子 好好摸要摸看看吗给摸看看 摸一下摸一下 喔 太好摸了太好摸了 这个应该是他的线吧 说明书 应该是用不到 一个真正的男人才不需要什么说明书 我们是OTO NOGO啊 不需要什么说明书啊 那我们现在揭晓 还真面目了 好漂亮喔好可爱喔好薄喔 按按看给你们听看声音 好像还不错耶 他这个是 这个轴啊这个是什么轴 这是红轴啊只是他好像是 剑层比较短的吧 这个 等下来试试看他 等下我玩一场跑跑卡林车知道这键盘到底是好键盘 对对 这个红轴到底好不好 按起来比 刚刚我那个旧键盘的银轴好按啊 我操 那个银轴 那银轴 丢掉了不用了 这键盘很小 我觉得 小一点比较好啊 因为现在键盘都太大 就是有点太宽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有点占桌面讲讲真的 虽然 大一点看起来霸气 但我觉得这样小小的 比较好 而且他是这个耶 Type C 这是这就叫Type C吗 这电脑 电脑专家可以那个 跟我介绍一下 这是Type C 这是吧对不对 Type C的街头 第一次看到有 第一次看到有电脑配件 用Type C耶 那这个线可以拿来充电吗 假如我的手机有支援Type C 对不对 这Type C嘛 哎呀 我真聪明 直接上去 来我要捅进我的电脑里面了 插进去 找一下USB孔 你会发光的兄弟们 这键盘也是会发光的 嘟嘟嘟 然后他应该也是可以调调量那个吧 我想一下应该也是可以调 模式吧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 鬼之变换哪 有没有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超级游戏玩家模式看到这个Q QW 跟WAS 第一发量就知道是超级玩家模式 那我们再换 这这好亮哦 专霸专霸 七餐霓虹 等 有很多种 你们是都最喜欢用这种啊 这种超级超级发量模式 就是因为一直一直一直 瞬移然后一直变换的 可是我自己比较喜欢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 像 这种的吧 我觉得我喜欢这种按到哪里亮到哪里 这比较好玩 就是按一下然后他旁边就发亮 这种比较好玩 这很像那个很像你在点那个水滴 有没有点一下他旁边就会 涟漪吗 这种也不错 这种你按一个他就往往旁边闪过去 这个什么 这个也好哦 这个人家龟派气功 阿都给 阿都给 这种就太亮了 这种我就不太喜欢 我喜欢 比较正常一点的 不要太亮的都好 好了 现在就开始测试键盘了 然后他旁边他旁边这一圈金色可以 是那个保护贴 我把它撕掉一下 怎么扣掉呢 找一下找一下他那个点点 他旁边是他这个键盘是 法斯文的哦 身为一个男人就要用法斯文啊 你看 而且很多现在应该蛮多键盘都用法斯文的 法斯文 这个是法斯文吧 以我专业的应该不会念 不会叫错这个法 这个材质的名字吧 法斯文的啊 man power而且很轻内很爽 很爽 这种 现在现在就是要这样像这样啊 这样才不会占桌面空间 不然以前那种 那种键盘都太厚了你知道吗 就是 可能 多了这个的三分之一吧 我觉得有点太 太太多了 太大了 这个比较刚好啊 而且你看他这个他这个是短剑层的啊 就是 应该触发触发比较快啊 简单讲就触发比较快 然后我现在这个是红轴 那我们先可以看旧键盘吗教练 不要我把丢了 而且他有送键帽哦 等于 拔剑气啊 不是键帽 这应该叫 拔那个吧 可是我不太习惯用这个 不习惯 不习惯 这我不太会用 所以就算了 等下把这个键盘弄坏了 收进去 我喜欢用手拔 等他等他有送你 他 有送你一个袋子 再加 一个拔剑气 非常的贴心 OK 我们就试跑一下 试试看他手感好不好啊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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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卡丁车 用这个最吃键盘的游戏来跑看看就知道啦 我就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个 perfect的键盘 其实其实我以为 我以为他会很像薄毛 薄模 薄 薄模式 还是薄毛式 薄模式吗 薄模式的键盘 但是按起来 按起来还好啊 按起来是有机械式的感觉啊 还不错 可是罐鞋我都用托普里的键盘 他不会发光 而且没有法斯文 我该怎么办 没有法斯文 那没关系啊 我送你 好不好 我送 改天再抽给你 是薄模式还是薄模式 是 我自己开房好了 找不到房 我们来试跑看看啊 这个鬼字键盘 跑一下我们最强的图 赶快进来赶快进来 这就是你了 对决 薄模式是不是 我以为他按起来 他那么薄 按起来会很像那个 薄模式键盘啊 但好像不会啊 他 虽然 虽然很 他剑层比较短吧 但 按起来是跟 机械式键盘 差不多啊 不会像 还是有 还是有那个红轴的手感 还不错 想害 你看 用了这个键盘 海放阿提密斯九啊 好键盘不换吗 还不错 还不错诶 我觉得比我刚刚那个 银轴的好按诶 比我旧的键盘 还好按啊 那个银轴 不好用 这个红轴 还比较好用一点 海放阿提密斯九啊 这阿提密斯九 一定是没用 没用我这个键盘的关系 海放 可以啊 这键盘 还不错 太神啦我 我怎么这么强啊 换了这键盘 海放对面 可以买了可以买了 而且他的按键像 巧克力啊 你们知道巧克力吗 巧克力你知道吗 巧克力 就是 做了一个很像 很像 巧克力的键盘 对他的键帽 他键帽做的跟 巧克力一样 很可爱 其实这种键盘我以为会 按起来会很像 薄 薄模式的键盘 薄模式没错没念错吧薄 薄模 薄 薄随便啦就是那种 199的键盘那种 可是 还好耶 因为他 他里面也是用红轴啊 只是 这叫叫 短 剑层 反正他就是触发 触发的那个时间更快啊 就是你可能 可能比一般的 快 就是一般的你按一半这个就已经按到底了吧 就是比较快啊 还不错 而且很薄很可爱 这这假如你是那种 你是那种 那种 常常上课要用键盘的 我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带着啊 因为这个真的很薄耶 这很爽耶 这如果假如我以后有笔电 我可能会想要带个这个键盘 可能啦 因为按起来比较爽 笔电键盘就就很 很硬 不喜欢那种硬碰硬的感觉 我这个人 我这个身为调节委员专家 我怎么可能会跟人家硬碰硬呢 我一定选这种比较好按的嘛 对不对他这个是 比较短阶层的 那给我们看一下侧边 你看这么漂亮 这么美 想买了吗 是不是很想要 想要的打想要 送你一个啊 快点想要的打想要 抽出去 有人打打一次我没看到 打5次我就看到了 送给他 不会啊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啊 假如假如 我就结盘坏了 我会想要买一个这个 这个真的还不错耶 欢迎大家来我家私案啦 地址的话 去问妈祖 妈祖会告诉你 还不错按呢 算算 刚开始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快 太快 就是他剑层比较短 按的时候会觉得 太快了 跟我跟我一样快啊 我也是算很快的啊 我说打字速度啊 再配上我的打字速度 我相信应该 无能能抵了 太快了 这次叫做SK650啦 如果有兴趣的人 自己去 来这个网址 这个非常棒 我觉得真的还还可以啦 就是这个这个蛮适合 带出去带出去的 就够轻啦 这大概 这大概跟 跟一瓶矿泉水差不多重而已吧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 这键盘呢 它有Type-C的线 它是Type-C的线 然后 它是 悬浮轻薄是简约的设计 它非常的薄 非常非常的适合带出门 我觉得带到 一些 咖啡厅啊 或者是学校啊 做作业都不错 是非常适合带出门的 因为它很薄 然后加上原厂有送那个 袋子 就可以直接 而且它很轻 非常轻 它应该 只有 差不多 比宝特瓶还轻吧 宝特瓶装满水 都没它中 都比它中 都比它中 讲错了 都比它中 它非常轻 那在的话它是用 也是Cherry的 Low 比较Cherry的爱轴 这应该叫做爱轴 就是比较低一点的 这种 爱轴 然后它也有 大家最喜欢的RGB灯光 我觉得这是 现在应该 必备的 不管 不管你是不是玩家 就算是一般的 一般的 打文章啊 打 打 打一些报告啊 有RGB 其实都还 都 整个 整个键盘都变得非常漂亮 这是非常棒 但最主要我觉得 它还是非常轻薄啊 我觉得带出门一定是 非常方便 而且很适合带出门 然后它打击的感觉 它打击的感觉非常好 在打字方面感觉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 这个回馈感 如果拿来打 打一些报告啊 文章啊 非常棒 那基本上 这就是 我觉得 我给这次卖的感觉 我觉得它是 如果你有在 你很常去外面啊 做报告 然后 觉得可能 图书馆啊 或者是 笔电的键盘不好用 我觉得你会买一支 因为它 它本身就非常漂亮 而且又轻薄 细带非常方便 那这边 推荐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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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